他是一名教会带领 白天出海打鱼维持生活 晚上聚会尽本分 网络信号差 宫殿也常出问题 尽本分还遇到种种困难 面临这些困境 他是如何依靠神经历的 经历过后 他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 2019年年底 亲戚给我传了全能神的末世福音 我看到全能神的话 有权柄是真理 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声音 便欣然接受了神的新工作 我每天读读神的话 不想错过任何一次聚会 有时我所在的地方 网络不好 或宫殿出现问题 不能上网参加聚会 我就非常难过 但过后 我会及时地阅读聚会内容 然后把我对神话的领处认识 发送到聚会群组里 和弟兄姊妹交流 海力所能及得尽本分 感谢神 一段时间后 我被选为教会带领 起初 我只和另外两个带领 分工负责教会工作 所以我不觉得 有太大的难处和压力 可没过多久 弟兄姊妹又选我 负责几处教会的工作 刚开始 我不想尽这个本分 尽这个本分 能得到更多的操练 这是好事啊 为什么不想接受呢 是 因为我觉得我从两座 就会带领时间短 还有很多的缺少 和不明白的地方 我很担心 自己进不好这个本分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挪亚没有听过多少道 那个时代 神也没发表多少话语 所以挪亚肯定不明白 多少真理 挪亚不懂得现代科学 与现代的知识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 是人类中间 一个不起眼的人 但是他有一点 是与任何人都不同的 就是他知道听神的话 知道怎么遵行神的话 怎么守住神的话 知道人的本位是什么 他对神的话 能够有真实的相信 有真实的顺服 仅此而已 具备了这几样 简单的信条 就足以让挪亚 能够完成神所给他的托付 这个托付 他坚持的时间 不是几个月 不是数年 也不是数十年 而是上百年 这个数据惊不惊人 除了挪亚 谁能做到 没有人能做到 因为什么做不到 有的人说 是因为不明白真理 这不符合事实 挪亚明白多少真理呀 为什么挪亚就能做到呢 现在信神的人 读了那么多神的话 明白点真理了 为什么做不到呢 有的人说 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 那挪亚没有败坏性情吗 为什么挪亚能做到 而现在的人却做不到呢 因为现在的人 不相信神的话 不把神的话 当真理去对待 去守住 人为什么不能把神的话 当真理对待 为什么守不住神的话 人没有敬畏神之心 那在人不明白真理 也没听过多少真理的情况下 人的敬畏神之心 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人的人性里 得具备最宝贵的两样东西 第一是良心 第二是正常人性的理智 具备正常人性的良心理智 这是做人的最低标准 是衡量一个人 最起码 最基本的标准 但现在的人不具备 所以无论听了多少真理 明白多少真理 都达不到 有敬畏神之心 那现在的人 跟挪亚相比 实质性的区别是什么 没有人性 没有人性的实质是什么 是畜生魔鬼 畜生魔鬼 虽然比较难听 但符合事实 说得文雅一点 就是没有人性 没有人性 没有理智的人 就不是人 连畜生都不如 挪亚能完成神的托付 是因为挪亚听见神的话 就能牢记于心 把神的托付 当作终身大事来办 坚信不移 一百年不变心 就是因为挪亚 有敬畏神的心 是真正的人 是最有理智的人 所以神才把造方舟的事 托付给他了 像挪亚这么有理智的人 太少了 很难找到第二个 阿玛 挪亚对待神托付的态度 真是值得我们的效法 是啊 挪亚没有听过高山的道 也不明白多少真理 但他有一颗救过神的心 对神有顺服 当神告诉挪亚 将用洪水毁灭人力 并让他建造方舟时 挪亚没有犹豫地就结束了 挪亚意识到 神交给他的托付 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因为要造方舟 就得砍树取材 还得有准确的尺寸 虽然工程浩大 难度也大 但挪亚没有退缩 因为他知道 这是神给他的托付 是啊 他相信神既然给他这个任务 就会引导帮助他 所以凭着信心 依靠神完成了这个托付 是啊 传播着神的话 我意识到 我没有像挪亚那样的人性理智 当带领让我负责 挤出教会的工作时 我对神没有信心 我只相信自己的才能 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能力有限 操连做教会带领时间短 还有很多的缺少 担心自己做不好 就不愿意接受这个本分 我没有像挪亚那样相信神 也没有一颗顺服神 敬畏神的心 更不具备挪亚的人性理智 然而到这儿 我不再担心 我愿意像挪亚那样顺服下来 接受这个本分 阿们 然而当我开始做工作后 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我发现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比如需要掌握教会中弟兄姊妹的情形 要扶持不正常聚会的弟兄姊妹 还要了解弟兄姊妹 尽本分中的难处 跟他们交通解决 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尽本分等等 这些都是我必须担负起来的 是啊 面对这些问题 我感到无从下说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我感到非常有压力 这些难处使我变得消极 我只想告诉带领 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尽这个本分 因为我没有经验 尽这个本分有很多的困难 后来带领发现了我的情形 就给我发神的话帮助我 我看到神的话说 全能神说 当初神差派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神给摩西这样一个托付 摩西有什么反应 他说他桌口笨蛇不会说话 他就有这么一点顾虑 他说他桌口笨蛇不会说话 但他对神这个托付有抵触吗 他是怎么对待的 他就俯服下来了 俯服下来代表什么 就是顺服接受了 他全人扑倒在神面前 没有个人的选择 有难处也不提了 神让怎么做就赶紧去做 为什么他在觉得 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的情况下 还能接受神的托付呢 因为他心里有真实的信心 他对神怎样主宰万事万物 有一些经历了 这四十年的经历 使他认识到神的主宰是全能的 所以他就爽快地接受了神的托付 二话不说就去办神托付的事了 这个去代表什么 代表他对神有真实的信 有真实的依靠 也有真实的顺服 这里没有胆怯 没有选择 也没有拒绝 而是完全相信 带着满满的信心 带着神的托付去办事了 他相信 只要神托付了 这一切就都能像神所说的那样成就 神让我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那我就去 既然是神托付的事 那神就要做事 神也会加给人力量 人只是配合 摩西有这个看见 当时那个环境对以色列人 对摩西都不利 在人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还有红海隔着 要过红海 那是难上加难 摩西难道不知道 完成这个托付的难度 有多大吗 他心里知道 但他只是说自己捉口奔舌 没有人能听他的 他心里并没有拒绝神的托付 当神告诉他 去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他就俯服接受过来 他为什么不提这些难处呢 是不是他在旷野四十年 不知道人间险恶 不知道埃及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也不知道以色列人 现在是什么情况 都看不透这些事了 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 摩西有聪明智慧 人间这些事 他看过经历过体验过的 他都知道 他一生都忘不了 这些事 他太清楚了 那神给他的这个托付 难度有多大 他知不知道 知道 他知道怎么还能 接受神的托付呢 就是因为他有信心 他累积了一生的精力 他相信神的全能 所以他就能信心满满地 接受这份托付 没有丝毫的疑惑 你们说 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的经历 他能不能体会到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人是在神的手中 太能体会到了 这是他最真实的体会 因为他在旷野四十年 涉及到生命危险的事 太多了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每天就是求生 求神保守 只有这一个愿望 在这四十年中 他对神的主宰 神的保守体会最深 所以 他后来在接受神的托付时 第一个感受 肯定就是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神说能成 肯定就成 既然神给这样的托付 那神肯定要做这事 是神做 不是哪个人要做 人要做什么事 得提前计划预备 做好准备工作 神做事 用得着这些吗 神不需要 每一个受造之物 无论他有多大势力 无论他有多大本事 多大能耐 他有多么猖狂 都在神的手中 摩西有这样的信心 认识经历 所以在他心里 丝毫没有疑惑 也没有惧怕 这样 他对神的信心 就特别真实 特别纯洁 可以说是信心满满 阿们 阿们 读完神的话 我意识到 我是一个不相信神的懦夫 对神没有信心 神护照摩西 让他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 使他们不再被奴役 摩西没有军队与法罗对抗 要完成这个托付的难度很大 但摩西能够顺服神的话 他相信 神会亲自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 是 摩西对神的信是真实的 是啊 是 再想想我自己 我看到这么多工作 我都不会做 我就想撂下这个本分 因为我感到压力很大 这个本分对我来说 是一种负担 我完成不了 我不相信神 对神没有信心 我只相信自己有限的才能 我认为工作能不能做好 跟我的素质和经验有关 我不相信工作都是神在做 人只是配合 我实在太狂妄了 今天我能进上这个办分 有神的许可 一切都有神的主宰安排 我得有信心 去实际的配合 从现在起 我不能再拒绝这个办分了 我相信 神既然加给我这个办分 神必会引导帮助我 即使我遇到各种困难 神也会一直带领我 使我在各种难处中 明白真理 掌握尽本分的各方面原则 能逐步达到 尽好自己的本分 感谢神 没错 我相信神的话说 实际上神所要求人的 都是人能达到的 并不是赶牙子上架 神在每件事上 都为人排忧解难 这一点你们都该看清楚 不要误解神 阿们 阿们 神不把难担的担子 夹给我们 只要真心祷告依靠神 对神有信心 这些难处都能解决 是 借着这个办分 显明了我缺乏信心 我感谢神 给我操联尽本分的机会 来补足我的缺少 使我能挑起重担 尽上一个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神的祝福 感谢神 在委内瑞拉 水 电 互联网和经济方面的状况 都不好 有时 我们必须比平时更多的工作 才能维持家庭的生活开销 我和父亲 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出去打鱼 下午三点到四点回家 好 等天在海上飘着 我觉得很累 但回到家后 我不愿意休息 因为本分上 我还有很多的事不会做 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学习装备 补足自己的缺少 才能尽好本分 如果我经不好我的本分 就会辜负神 我想到了恩典时代的圣徒 他们跟随主耶稣 传福音进本分 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 受了多少苦 我受这点苦算什么呢 就这样 我每天回到家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手机 看看有什么工作和安排 我还要给教会的弟兄姊妹 发信息 问他们有没有难处 如果有的弟兄 不知道如何进本分 我就帮助他们 把我进本分时的收获 告诉他们 感谢师 在进本分中 我开始学着依靠神 当弟兄姊妹 正在经历困难时 我就祈求神引导我 使我能找到 帮助他们的神话 在分享神话 交通完自己的经历认识后 他们的经历得到一些扭转 在帮助弟兄姊妹的过程中 我也从中有了一些收获 对真理的认识 比之前又明白了一些 太好了 借着经历我看到了 无论遇到什么难处 神都会带领我们 虽然每天的困难都在增加 但我没有起初那么脆弱了 感谢神 可不久 我又遇到了大的问题 发生小事了 是啊 因为我们当地网络不好 我和弟兄姊妹 无法正常地聚会联系 也没法尽上自己的本分 我知道这个困难 是我无法控制的 我向神祷告了很久 求神带领我 能经历这个环境 祷告后 我的心慢慢地安静了下来 然后我读了神的话 在你最难的时候 最摸不着神的时候 在你最痛苦 最孤独的时候 在你觉得 好像远离神的时候 你最应该做的一件事 是什么 就是呼求神 你呼求神就有力量 呼求神 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存在 你呼求神 就能感觉到神的主宰 你呼求神祷告神 把你的命交在神的手中 就能感觉到 神就在你身边 神没有离弃你 当你感觉到 神没有离弃你的时候 当你真实地感觉到 神就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的信心会怎么样 会不会因着时间的流逝 而磨灭掉 就不会了 阿们 神的话太好了 遇到难受呼求神 这是最好的事情路途 是 遇到困难时 用心呼求神 就有信心 有力量 人的能力有限 我们无法看到 超出我们时间范围的东西 所以我们总是会被 眼前的困难所吓到 神主在外有 只要我们真心依靠神 神会带领帮助我 尽上本分的 神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我不能在面对许多困难时 就不去尽自己的本分 我必须祷告依靠神 去经历这些困难 更努力地尽上自己的本分 感谢神 于是我开始到街上 寻找更稳定的网络信号 以便能够正常地聚会 有时 我要主持一个聚会 我会在晚上八点上街 居然会大概 十点半到十一点回家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感到很害怕 因为我住在 玛格丽塔的一个危险街区 我害怕有人 敲走我的手机 那样 我就不能再聚会近本分了 我经常向神祷告 愿神加口力量 使我能在困难中 坚持住 不久后 我收到一个好消息 一个弟兄了解到我的情况 就主动跟我发消息说 弟兄 我知道你正在经历困难时期 你为了近本分 直到深夜还在街上走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有一辆自行车 我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 借给你 这样你出行能够更方便 感谢神 在困难中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学会了依靠神 我认识到 神就是主宰万物的那一位 也是为每一个人 摆设环境的那一位 在经历中 我实实积极地看到了神的座位 对神更有信心了 当弟兄姊妹 遇到与我相似的困难时 我就给他们分享神话 并交流自己的一点经历 帮助他们 让他们对神有信心 感谢神 感谢神 你的经历让我很得益处 我一往尽本分就怕遇到难处 现在明白了 神是要借着这个难处 来成全我对神真实的信心与依靠 感谢神 是 每天补于回家后 我就待在家里读神的话 当要聚会的时候 我就骑着自行车 到街上找一个网络好的地方 每次我都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 能够更好地尽上自己的本分 我不再关心自己的困境 我只想按照神的心意和要求 来尽好自己的本分 即使我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难 我也愿意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去经历神高白色的环境 追求满足神的心 感谢神 一段时间后 弟兄姊妹帮助我找到了合适的住处 我有了相对稳定的网络 我很感谢全能神 因为在这里我能更好地尽本分 在神的带领下 我尽本分有了不小的进步 感谢神 几天前带领再次告诉我 我将负责更大范围的工作 我的负担更重了 有更多的工作 和更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关注 但我已经没有担心和怨言了 我只要继续相信神 依靠神 神会带领帮助我尽好本分 阿们 感谢神 全能神说 你越体贴神的心意 越有负担 你越有负担 精力越丰富 当你体贴神的心意时 神把这个负担加给你 那神就要在托付你的事上 开启你 当神加给你这个负担时 你吃喝神话时 就注重这方面的真理 如果你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情形 有负担 这是神托付给你的负担 那你平时祷告 总带这个负担祷告 神所做的加在你身上了 神要做的 也是你愿意做的 这就是以神的负担 为负担了 很多时候 神给人的试炼 就是加给人的担子 神加给你多大的担子 你就应该挑起多种的担子 因为神了解你 你能承受得了 神给你的担子 不会超过你的身量 或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 肯定是你能承受得了的 不管神给你什么样的担子 给你什么样的试炼 你们记住这一点 不管你祷告后 是否明白神的心意 是否得着圣灵的开启光照 不管这试炼 是不是神对你的管教 或者神给你的什么警示 你不明白也不要紧 只要你不耽误尽本分 能忠心守住自己的本分 这样神就满意了 你就站住见证了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神不会给我们无法承受的重担 神知道我们的身量 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越愿意体贴神的心意 对本分越有负担 精力就会越丰富 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深刻 我必须向神祷告 以便能以真诚和顺服的心 来接受这个负担 能在困难中寻求真理 寻求神在每一件事背后的心意 因为我的心很麻木 我的观念也很多 我知道自己的地位低下 对神缺乏信心 感谢神 通过这段时间经历这些困难 我明白了 在困难中 我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认识神的作为 对神更有信心 感谢神 感谢神 刚开始经这个本分的时候 我没有向神祷告 也没有寻求神的带领 我只是试图根据我的才能来经本分 对神没有信心 当我读了神的话 明白神的心意后 就有信心努力经我的本分 我经常祷告一号神 与带领寻求交流 知道了尽本分的一些相关原则 对怎么做教会工作 也有了些路途方向 感谢神 经历这些环境以后 我不再处于消极情形中 也不再觉得 自己不能完成 神给我的责任或负担 每天临到事的时候 我学着去寻求真理 用心记好自己的本分 当遇到困难时 我就向神祷告 神也带领帮助我 经历各种环境和困难 也不觉得有多大难处和压力了 感谢神 感谢神啊 神让我们经历各种困难 对我们生命进入都有益处啊 是啊 如果不经历这些困难 我就不会得到神的开启 对神就不会有真实的认识和信心 更不会有真实的经历 这样我就不能尽好自己的本分 通过经历这些环境啊 我明白了 神是在训练我 使我能承受更多的托付和负担 我感谢全能神 使我认识到 每天临到的环境 都有神的爱 我经历的苦难 也是神爱的一部分 现在我体会到神话说的 你越体贴神的心意 越有负担 你越有负担 精力越丰富 阿们 我渴望带起更多的负担 来环保神的爱 感谢神 目前委内瑞拉在经济 公共服务 网络等方面 存在很多的困难 虽然有时我感到有压力 但我学会了依靠神 寻求神 对神有了信心 如果不经历这些困难 我就不会明白 基本分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在困难中寻求神 我感谢神 给我摆设这些困难的环境 使我能有这些 舒服和认识 感谢神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